我們黑漆 其實最代表的就是 蝦羅、香爐 我們都說香爐 這裡是豬型的名字 所有的黑漆一定有些現天最大的 你如果沒有現天最大的 也要割一個七千 最基本的一定這樣 黑漆是最大的 瘦品質 黑漆其實是青龍豬雀 然後是白虎構成這樣 那它其實青龍 你們看得到青龍兩個字嗎 認真看得出來 上面這裡有一個青龍 阿丹 一般來說黑漆上面都會有一些圓柱 比如說太極八卦 清新、九宮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還會有什麼樣的圓柱在上面 這邊就是一樣它其實也是黑漆 那這是我們說的手牙 手牙機 阿其實這也是有人可以放在說 拜拜也都可以 都可以來做 阿這是簡約版本的 我們在說的是它簡約 不過 簡約沒有代表隨便喔 它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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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我們七千都有 阿現天最大的 我們這邊有說 我們要尊重一點 我們現天最大的 所以這次是現天最大的 福齡 旁邊有三十六官將 到二十八神速 我們大伯、黑漆、頂號 也有二十八到三十六 另外這旁邊就是 鹽米湖到淨水湖 鹽米湖到淨水湖到淨水湖 可以就是 小傷 或者是,屈邪啊 臂沙 對 那我們看 就是它其實是兩面的 那另外一面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八卦 我們的派別 是會有一個八卦 那還有剛剛所謂的 就是 紅、陳、胡 三個字 代表我們的 那,葫蘆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簡約版 它沒有辦法就是很明確的 放進去 但是我們還是會有一個 稍微相仿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這邊其實它也是寫 浴蹄 然後天上聖母 然後我們會 我們的符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雖然柔柔的 但是一定要飽滿 符要飽 符要飽 我們爸爸給我講的是 符要飽 要材 要穿 那時候符有一個力量 陰道在那裡 所以我們旁邊這裡也是 鹽咪湖和鎮水湖 然後這邊就是六釘 六釘六甲大神 在兩側 那其實如果我們對照大黑旗來看的話 這一幅黑旗 它上面所對應的很多基本元素 都是擁有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黑旗 不脫離其他的元素來講 它就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有的就是這些元素這樣 七星啊 然後選天上帝啊 主神嘛 對 那旁邊這些還有這個 其實這張 我們都說 呼味 就是定在那裡 對 就是我完成了 像我們講句子啊 或是什麼 會有一個句號 完成的意思 但這個有一點像是 我覺得我自己 我畫完了 我畫完了 但是我好像就是畫了一個 很強大的一個東西 正在那裡 所以它會有一個老虎的感覺 這隻是老虎的虎啦 對 這隻講不要看他老虎的虎 對 然後下面是四正 那我們的虎有這個 有一個小葫蘆 我們自己的符咒有一個 就是 胡尾是一個葫蘆的形狀 很像 很像 阿拉丁神燈 收服的虎 你知道 嘿 放出來 對對對 有這樣的概念在裡面 那我們有這個大肌 為什麼還要小的 這個是用來 像剛講的 手指嗎 那老師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手指 就是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這個手指 曾經有什麼樣的案例 讓你們印象深刻 這樣子 嗯 有時候你們要收一下 你覺得這人是車官什麼 就是你在收的當下 你就會知道說 他 對 這人是怎樣 那老師 就是兩位鄭老師 都替神明服務這麼久的時間 就是我真的很佩服你們 有這個 不管是傳承的心 或者是你們對信仰的這個堅持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 你們覺得很特殊的經歷 神奇 超自然 這個觀眾最愛聽 我有一個比較好笑的 好笑的喔 好笑的 好笑的嗎 很難得跟我們分享好笑 因為過去來賓分享 都是比較先起 對啊 也蠻選的 但是 現在想起來有點好笑 結果 我那時候寫論文 那每一尊神明 三十六獎 三十六關獎 一定要有一個原有 我也 因為我是創作 我把我的 就是我們看的大黑體上面的符咒 一道一道符咒 他所代表的神像 去把他的形象畫出來 然後去解釋說 這個神將他是在做什麼的啊 然後他的背景故事是什麼 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們年輕人因為害怕 不了解 就抗拒他 那久了之後 這就會不見 是 那會開始的原因 是因為爸爸畫這個時候會講故事 我們小朋友就喜歡聽故事了 聽著聽著 我會畫圖 要不然融合在一起好了 換我講給 分享給大家聽 所以就會有這樣的創作 去啟發出來 那過程中就是有一個 雙龍元帥 也是人說的溫元帥 對溫元帥 他的臉到底什麼顏色 沒有人知道 相龍靈觀啊 對 有我們這次有展出 我們這次有特別就是 大概這個工作室展出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就是到底他是什麼顏色 然後查很多人說青色 有人說紅色 有人說膚色 然後查到最後發現是紅色 可是所有的廟門 因為爸爸就是騎摩托車 他知道很多廟嘛 所以我爸就是很疼我啦 他就騎著摩托車 跟我說這間是什麼 這間是什麼 就是實地考察 甚至去問廟宮啊什麼的 然後就發現 好紅色 可是為什麼所有的廟門都是 都畫青色 對有青色或白色 就是膚色 然後我就很擔心想說 總不能給人家神明寫錯 好像很打不盡吧 突然就背後一股 乖乖的感覺 然後我就 就是 轉頭一下 發現一個很像 三樓高大的一個很重的狀態 這樣 然後 然後 三個眼睛你知道 然後就看著我 然後他的臉是紅色 我就知道他是誰 然後 我就想說 我就開始哭 我想說 這也太可怕了吧 我就一直哭 然後後來我就想 然後就想說 我先寫好 然後寫一寫之後 然後我想說 不行啊 我要寫我 我就去問嘛 反正他應該就是我要問的那個人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的臉是紅色的 可是廟門上的都是奇外的顏色 對 我用就是有一種 心電感應那種 對 心跟心的回應 他有回答 他只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就走了 他跟我說 我的臉是紅色的 但廟門是什麼顏色 紅色啊 那如果他的臉也畫紅色的 看不出來 看不到他的臉啊 他只剩頭而已 是不是 所以他說他的臉是紅色的 好酷喔 我就走掉了 天啊 然後我就打電話回家 爸爸我剛剛看到那個 好恐怖喔 我小朋友是卡住 所以你是在宿舍就對了 我在宿舍 是高雄的宿舍 對對對 因為我前面 因為想說 就是 就是 研究這個主題 所以我都會把 就是一些 我們家的服 放在我的宿舍前面 可能有 就是 他們 爸爸是說 他們好像會 說你搞笑 好嗎 對對對 會想知道 然後包括 我在高雄 就是 因為我們家以前 爺爺也有拜那個 冠聖帝君 他讀書的嘛 有些是 比較文昌派別的那種 他也會 有時候來看我 有沒有 就是 順利 就是 把論文寫完這樣 對啊 所以就是 當時候真的是蠻驚嚇的 但是就順利的完成 然後也知道說 喔 原來他的臉的顏色是這樣 欸 這是我聽過最猛的 就是直接現象 因為 通常聽到就是夢境 感應 對 沒錯 結果他直接獻一尊給你看 而且還有一個小廢話 對 然後他就直接走了 其實蠻帥的 他也沒有多留 沒有沒有 就直接解釋 就你在問什麼 就解釋完什麼 拜拜 他都沒有笑了 所以臉是很 就是威武的那種 就是對 有點 將 就是官將的那種 將是將軍的臉 那種 所以他穿的是以前的將軍的衣服 他是穿戰袍的那一種 然後就很像來看 我來看看你在搞什麼鬼 有那種感覺 我臉的顏色是什麼 直接嚇哭 對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我的臉是紅色 那沒有門是什麼顏色 那就走了 然後我就 好 就開始打 然後後面就很順 就是都蠻順的這樣 就是他會想要 也想要你 感覺上他好像也想幫你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講 好 那我直接給你看好了 有那種感覺 但是他 可能看一個 我太驚嚇了 可是 他是真的是 應該是有福報 有福德的人 才可以看到 神明的本尊 其實這個故事 真的是太讓我印象深刻了 這好酷喔 那老師 你本身有嗎 有類似這樣的一個 神秘經驗 神秘經驗 你就像說 這個我們 黑記在學 學到那時候 覺得你要 學什麼鬼鬼鬼的時候 我們正常會聽別 你就不要學 你就不要學 因為你學不到 你要學學什麼鬼鬼鬼 你就會聽到 然後去走走走走 有可能你睡前面 或是當面 他會告訴你 你學到哪裡 用什麼 像我老師上 我一人 定體 結果我教我學好 雙邊旁邊 不知道要學什麼 結果老師 欣賞來 給我望 因為我老師 公信他 他說 你不是 一百度不知道要學什麼 你說 有 老師 結果後來 我說 我這百度要學什麼 你說你學兩個定體 有樂就好了 結果我穿起來 有樂就有樂 我學到你那時候 那時候很聰明 他不是叫你講小孩 對啊 我們講小孩 就學兩個 這個定體的就好了 對啊 就會感覺到 俗工對爸爸的 那個很愛感 他好像有一次 你自己在練習 他突然請我 那越厲害 我告訴他 我要學學學 他說好 你當 你要怎樣 自己看 量死即日 就是這樣 開始學學學學 學學學學學 學學學學學 學學學 學學學學 然後開始學學 學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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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那些老人 我們小孩子就站在那邊 請你學學學 我說我學學學 我說 什麼學學學 你也知道我學學學 我說老師等一下 我說我才會載 我才會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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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學學學學 我說老師學學學學 我學學學學學學學 我說 沒關係 學學學學學 就要走走走 不要走走 再走走 再走走走 奇怪 我沒有說我今天要學 他才會走來 那也很偶遇 這也是很玄學的經驗 這真的是嚇到 老師突然 好像就是經驗都是很突然 突然那個 對啊 剛才就出現了 突然那個 神秘就出現這樣子 可是可以看到 老師非常關心 對 不管是生前還是先事之後 都是對鄭老師非常關心 很好 然後很愛戴這樣子 也是因為我覺得 把這個文化發揚跟傳承得很好 所以在老師這個門派裡面 他應該也是覺得很欣慰 有這樣子兩位鄭老師 繼續到一百代 一百零一代 我們就要慢慢地地改變 東西發揚 對啊 那時候 聽爸爸說 就是 他 就是 事關要故事之前 有說就是 他希望黑棋 能不能夠發揚光大 那其實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們當時候在學小髮團跟黑棋 畫符咒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在理他們的 我都做自己的事 就是讀自己的書 都在樓上 都沒有在下來的 結果沒想到大學之後 就開始 欸 爸爸這個好像蠻好玩的 然後就開始跟爸爸學 對 然後就開始畫 然後也沒有想到 就是 現在 現在真的能夠把這種 文化性的東西 讓人家是從 藝術的角度切入來看 因為 通常人家對於這種 黑棋啊 小髮團等等的 神將啊 神教啊 都是比較負面的 特別是有一年什麼 環保開始 然後說放鞭炮 然後檳榔枝等等的 就貼上一個很負面的標籤 那我也不希望這樣 所以我就很下定決心的不要 那我就直接從別的角度 直接切入來看這件事情 結果就意外的達成就是 施工他生前所希望的事情 把黑棋可以發揚光大 那發揚光大其實很難 那我們現在也是還在努力啊 也很感謝就是 就是 工作室 沒有沒有沒有 能夠邀請我們來 對 對 來您歌詠家 對啊能夠讓我們跨出現市 然後 讓更多人了解到 欸 浮城的黑棋 那其實高雄也有很多黑棋 對 我們高雄常看到就是一根長長的那種 對 那我們講到最前面 剛剛姐姐有提到有五種 其實黑棋細分的話可以分為五種 嗯 第一種就是我們說的黑棋 照道旋起 嗯 那 欸 沒關係 那第二種呢 就是三角形的 五贏棋 這個北方黑棋 班牙黑棋 後來咧 這次就是人家的 雞童 手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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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些是黑色 是 像金門 舞蹈 舞蹈的就是拿黑色的 嗯 然後安平 台南安平 有時候會有黃色跟黑色 黑色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邵樓的 阿丹哥講的 邵樓機 邵樓機的那麼長 然後他的竹葉會是 七圍組 七圍組嘛 對吧 就是比較長 然後比較小 對 然後他就是會 神明要來喔 然後就是親近前方的道路 對 那最後一個人家說 黑棋 黑林棋 就是我們看不到那種 透明的 有冤的 我含著冤屈的 我是跟那個 地藏王菩薩嗎 對 對 對 然後討到的黑林寺 他可以重返就是人間 然後來就是 深淵這樣 所以其實細分下來 可以分為五種 但這五種 就是除了無形的這一個之外 其實每一種都是清淨 就是讓自己是一個神清氣爽的狀態 然後跟就是保衛人心 人民要安定性 對 那其實 講真的 符咒在很早期的話 他算是助遊科 助遊是什麼呢 就有點像是 古代的心理醫師 他開了這個符給你 那你喝了或是什麼的 或是你睡覺的時候 帶著 對不對 帶著 馬上體現 得到一點 就是平安的感覺 對 然後或是你就會覺得 欸不用怕 有神明跟我一起 對 對 所以就是 他是一個助遊科的概念 所以黑棋其實是一個 比較溫柔一點的法器 但是他生氣起來 你也是 不要去惹他 對 那他也有他的禁忌啊 嗯 他的禁忌可以跟我們聊 就是 是 英俊齁 英俊齁 英俊在廊下的那些小孩 看來這個黑棋都這樣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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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對 對 除此之外剛剛有 他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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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的親戶 對 就像我們也不會隨便去拉 神明的衣服一樣 對 他上面都是神明 那是說小朋友 不然黑白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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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對 那是我畫的 我們帶他唱電視應該滿開心的吧 對 然後再來 可能其他禁忌就是不要在下面穿來穿去玩來玩去 就跟剛剛有一點相同的道理 再來就是女生如果有樂士來的時候 因為就是玄天創地他就是也是那個烏惠的古代的那個概念 烏惹那個故事 所以女生有樂驚奇的時候就盡量不要去觸碰 然後甚至是一般的時候也盡量不要碰 因為你要想說上面基本上都是官角 男生居多 但是喔 我們派別有四位仙姑 三三的觀眾來中心和理記 對 心和理記四仙姑 對 所以其實 就女生的方面的話 我們派別的包容度會比較大一點點 我覺得台南可以分剛剛有講三大派別 那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形狀 那其中特別有一隻我還蠻想講的 是台南西羅典 最近有點有名啦 就是不想被人家 很有名 放了一個小雞腿的故事 但好我們今天不講小雞腿 我們講他的黑旗 他的黑旗是燦鴻塞 燦鴻塞 化的 他覺得黑旗就像一尊神明一樣 所以他的黑旗的太極 我們的太極是化 派別是化白色的 那燦鴻塞的黑旗是化金色的 喔 金太極 對 那據他們的土地 言下來的說法是說 燦鴻塞覺得黑旗就像一尊神明 神尊 神尊我們都會銀金 對 那他就把太極化成金色的 代表是改銀金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隻黑旗就 他有屬於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如果每一個廟 都可以把自己的黑旗的故事講出來 哇 那是一篇很有趣的歷史 不管是台南啊高雄啊甚至是台灣各地 如果你是自己手繪的黑旗 你一定會有屬於你自己的故事 為什麼你想要這麼化 對 我覺得這會是未來一個 也會想要持續調查這一種的方向 很有趣喔 那你就是從學黑旗啊 然後到畫這樣傳統的東西 到我們這次這個展覽 就是你畫的是28星數嘛 那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就是說 你剛剛聊的就是傳統 traditional的 那現在你做了這個展 就是屬於說配合 因為你的展其實很特別 是跟觀眾有互動性的 每個人可以找到他自己 屬於所屬的星數 然後其實我們開展這幾天 我們的朋友啊觀眾來都覺得 欸有準耶 因為每個星數他有 每個星數他有對應的個性啊 然後他的這個人 他在這個時候生啊會偏怎麼樣的 然後他的那個聖獸嘛長怎麼樣 就是大家其實看到自己的聖獸 就喔原來我的是長這樣 然後我的個人 大家就是我覺得現在看到 九成以上都覺得有準 那你不要跟我聊聊 是你的創作的這個概念這樣子 欸這很有趣啦 這28星數 就當時候就跟爸爸討論說 欸爸爸我那個其實也是從入門開始 因為我走創作的 他就說要幾幅幾幅這樣 我就想說那28星數我黑棋畫完之後 我想要解釋上面的圖騰的含義嘛 那符咒的含義是什麼 那28星數有28尊 那我要畫28張 我就跟爸爸說 好我們要畫28個 然後我就在想 然後爸爸就沒有理我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你去想想看 他一直跟我說星星的排列方式 那這個代表什麼這個代表什麼 然後剩下我就去查 然後查完了之後發現 欸他的算法有很多種 有一些人是用當月 因為他剛好28個 那農曆一個月有29天 那剛好轉一周的話 可以這樣看 你可以就是當月當月深的看 但是我是就是羅盤上面的分界線 他甚至還有包括24 24解氣去看 然後再分配成就是所謂的 現在我規劃出來 就是考究出來的這個分類 就是有些時間很短喔 有些時間很長 就是因為他在天上的角度不一樣 對 然後所以才會有時間長短 那當時候為什麼會是 人生瘦手這件事情 是因為就小時候看卡通 看到那個日本有那個百獸王戰隊 超帥的 哇 變身之後 加人瘦的力量 就變得超強的 在打敗壞人 28星數 然後他又 每一尊後面都是一個 就是瘦的名字 是 猴啊 猴子啊 或是一些 豹啊 我就覺得 欸 對 把它就是 合體好了 就用這個概念把它合體起來 然後 合體起來之後會發現 欸 還蠻帥的 然後因為我去查所有的28星數 沒有人這樣做過 所以就變成 把這個結合的28星數只有我而已 對 那 剩下的就是 就是他也是我用顏色去分成7個類型嘛 嗯 然後再結合裸盤 然後把生日做出來 然後就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 西方有12星座 東方有28星數 嗯 對 那大家都喜歡看星星 可是東方的看向的天空 說明跟西方看向的天空 有點不太一樣 嗯 對 所以就是把它畫出來 然後跟民眾是 有一個互動性的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我的作品 是因為 有民眾的加入而完成 嗯 而不是我的作品完成 是因為我已經完成了 而是加了那個互動性 才是完整100%的 完成我的作品 嗯 我自己 包括我其他的展覽 都是這樣的模式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說 因為你的創作就是一個星數 然後他會對一隻就是 相對應的 守護神 對守護神 人獸這樣子 那他的那個相對應的個性性格 你是怎麼樣去把它分析出來 就是大家在抽籤的時候上面可以看到 嗯 我其實是找了非常多的書籍 嗯 然後跟 嗯 網路資料 包括去古書店找了很多書 圖書館借了很多書 所以我是從超 就是這麼一疊 從說成就是 其實有一本 他還有寫更細 嗯 但是籤詩上就是 把重點寫給你們看 嗯 籤詩是很重要的 對 很多人都叫出一本二十八十年齊 對 是有在想啦 但是因為 可以 可以耶 竹林有幾塊 有一本 但是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 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我當時候在畫圖 我還沒有那種 想要複裔啊 或什麼的概念 嗯 所以我其實就只有畫那個輪廓線 所有你們看到上面的戰甲 然後他的點綴 眼神 嗯 等等的其實都沒有在我的草稿上 嗯 但是 如果民眾真的有喜歡的話 對 我可能會一幅畫 我只畫五幅 然後我就不畫了 如果真的有人很喜歡的話 嗯 要想收藏的 對 你喜歡收藏的人 你就 一個限量 對 你就自己來找我吧 對 五幅的那個扣檔 對 然後我會在後面簽名 就是寫你的是第幾幅這樣 嗯 然後幾月幾號 結束就結束 沒有就沒有了 其實我們很特別的是 我們所有作品都是有版權的 對 所以 你任何拿去Copy或什麼的 我們其實都可以提高 誰是好兄 就是互相可能會提點一下說 有點相像 可是因為我們的有版權了 對 所以可能就是 可以討論一下 先好好跟他講 對 那個理念上也許是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講的理念 你自己都講不出來 對 那就很明確 對就是抄襲啊 對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作品 就是用照到這樣的 定義下去 作為我們的版權 所以 我們有時候很歡迎民眾拍照 或是幹嘛的都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有版權在保護我們 對 甚至要提出所有的草稿證據 或是創作過程 我們都提得出來 都可以 我知道玉璇這次展覽又帶了一個全新的創作 對 這個是首次在我們這邊展出 對 對吧 沒有人知道的 對 然後這個是玉璇下一個階段的一個方向 對 第二階段 所以我要請玉璇來跟我們分享說 就是這個28星數 你的未來的這個方向是怎麼樣 就是 因為這個新的作品也是28星數 對 其實28星數它其實有 可以分到二到三組的星星排列方式 就可能 古人他們關心 可能覺得 欸這個星星是長這樣 或是長怎麼樣 那每個人畫出來的可能有一點誤差 可是他們各有各的版本 那我們有各的版本的依據 就是它怎麼來的脈絡都有整理好了 所以目前大家經常看到的 就是這幾年展出的這一個版本 我會想說有第二個版本出現 向大家介紹說 欸這些星數其實它也有另外一個排列的方式 而創作的方式我想要以就是 比較更抽象一點的方式來表現 讓大家自己去想像 而不是我具體化那一個形象 然後可能我只是 以它的角色該有的樣子畫出來 但是它可能不像 譬如說有一個 未圖字 那字人家會想到 字雞啊什麼的 那也許我畫的是一隻很像鳳凰 或什麼的東西 可是我會寫未圖字 那大家可以就是去想說 欸為什麼它想這樣畫 或是欸你看它的什麼角度 怎麼看 會是不一樣的 那創作美才也會有一點 去做一些改變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 如果有機會是 能夠把這些作品 如果可以帶到國外的話 感覺也很酷 很酷啊 因為我們台灣的文化宗教特色 其實本身就是一件很帥的事情 沒錯 但是因為很少人 甚至是有一些人會覺得 小時候甚至班上的同學會覺得 欸欸很爽啊 沒有啊 台客 台客文化沒有啊 可是後來你自己一直在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沒有它蘊潭的故事 其實有時候是很 會告訴你更多事情 是很善解人意的 很善良的 就是它不會 幫你擦 我們照到秉持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不會去批評任何一個派別 他們畫的黑漆 或是任何一個派別他們所講的故事 因為他們這麼講一定有所原因 是 我們不互相批評 而且是互相鼓勵 互相激勵對方 也許你有更好的說法 可以跟我們互相討論 這是我們覺得可以互相進步的 而不是說你批評我我批評你 然後搞得這個文化越來越衝量 會不好 這不是我們樂見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就是 剛才從兩位鄭老師的表達裡面 我覺得他們體現出就是 互相尊重的一件事 像老師剛剛一開始就說 槓塞也有教家將 然後家將也是很強 我覺得他講出一句話就是 他是作為一個法師 然後他對家將的態度也是很尊重的 然後就讓我覺得說 就是其實我們這一個文化裡面 常常有的時候都因為不理解彼此 而造成一些誤會 那這個誤會其實就會 有一點小可惜 可是 反而老師給我的觀念是 就是 不管是家將 或者是別的門派的 歐套話 昂套話 都是非常尊重 那大家一起互相尊重這個文化才好 所以我覺得 就是老師師誠的這個槓塞 這個不是只有他的功夫 還有那份心 就是說信仰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心的這個部分 這樣子 我就在老師的這個演談裡面 其實我滿感動的 聽到這個 大家互相尊重 然後以心為本去傳承信仰這件事情 對啦 因為傳承也必須互相尊重 對 才有辦法傳承下去 要不然你一直詆毀對方 對對對 就沒有辦法達到一個 真的 因為這東西 老師說 老師一開頭就有說 就是 要 要有人學 要有人了解 我們就要用當代社會 可以去接受的方式 去傳承它 那所以說 就是傳承裡面 這個觀念 這個心 是很重要的 對 今天非常謝謝老師 兩位鄭老師 對 對 非常謝謝他們 也很感謝你們給我們這個機會 謝謝 謝謝 讓我們在高雄也可以感受到 就是真的黑棋文化的美 跟它跟當代之間說故事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所以 就謝謝大家 好 如果對這個黑棋文化有興趣的 或者是想要請玉璇幫忙這個畫馬 製作 製作 二十八星數 二十八星數 或客製畫 對不對 客製畫也可以 你想要畫什麼 可以跟玉璇來做討論 對 就可以聯絡我們的這個 照道粉專 搜尋照道的粉專 阿丹的那個粉專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跟我們 直接跟玉璇一粉專 或是照我們的照道 對 民間信仰照道 反正就很明顯 因為黑色的 沒關係我會把它放上去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今天你們 謝謝 拜拜